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在群里面发的入木格和极形格 入木和极形 这个入木格 在民法中间非常重视的是天干的正五行入木 甲乙落坤入位中 认鬼是谁落逊入城中 根心入丑落更宫 丙丁和物己落入乾宫 乾宫是不是虚土为火库 这是正五行 那么还有阴阳五行 阴阳 我们知道天干有阴阳 阳死阴生 阳生阴死 阳顺阴腻 所以假鬼落坤 是入木 任心落逊是入木 丁根吉 丁根吉落更宫 丁根吉落更宫 还有呢 以秉悟落乾宫 这都是入木 在阔南中间 能福山人是把这两套体系都用的 他都用 都要坚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元素呢 相对就复杂了 那么在 那么在坤宫 是甲乙鬼入木啊 迅宫是人鬼心入木 根宫是根心丁吉入木 前沟 是丁丁 物以入木 这是正五行 和阴阳五行 两套入木体系呢 都搞定了 入木的时候 适合干什么 入木的时候 不能测病哦 测病可以点麻烦哦 特别是严重的病啊 知道吧 测生死的时候 还是一点麻烦的 入木啊 但是 可以弹弦 参弦武道 那么 入木 和空王 都适合 搞什么呢 搞玄的 勤鬼勤神 知道吧 勤鬼神呢 这个 吉行 吉行呢 分为两种 一个叫四本的六一吉行 四本的六一吉行 主要是针对 烟波 掉手腹 来说的 以及市面上 所见到的 奇门一德 奇门指挥 奇门秘本 奇门法俏 等等啊 说真话 这些呢 龙夫三人 他都看过了 都做过对比 他得出来的结论 是什么 叫寻章 则句 东拼西凑 伪道日之 真道日诗 就违法 我跟各位铁人们讲 龙夫三人所讲的话 我很信的 因为他这个人 客观来讲 根气不是 不是太牛逼 根气 但他的功夫下的 绝对很到位 他的真正悟性啊 并不是 并不是那么牛逼 这老爷子啊 谈到悟性 我 他 我绝对超越他 悟性呢 灵性呢 和悟性 我绝对比他强大 但是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一个是下了功夫 他从三十岁 到六十多岁 搞了三十多年的 民法体系 他学棋门 是从二十一岁开始学的 到三十岁的时候 到二十九岁的时候 遇到了纵妙峰 他中间都失去信心了 因为他指望用棋门 去混饭器 他都失去信心了 他一断就错嘛 后来 二十九岁 遇到了纵妙峰 也就是一八七零年 等五年啊 到三十岁的时候 三十岁到新卫年的时候 一八七年 他遇到了谁了呢 遇到了这个 天真子孙道一啊 他呢 才得到了 孙道一的手画心印 手去画 心去印 传授了明法 然后呢 他开启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一八七一年的时候 一八七一年的时候 他呢 整理出来了 明法和原相 一八七五年的时候 整理出来了 书要 一八七九年的时候 扩囊就已经成高了 中间又经过了几年 经过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八年到一 一八九六年的时候 扩囊 才真正的出来啊 因为他的一生 他是比较坎坷的 很坎坷 很穷啊 那老先生呢 非常的坎坷 他生在一个不伟大的年代 没办法 所以我们小丑宝们 我们在这个时代 是很幸福了 我们在这个时代的 所有的惆怅 就是能够发财 能不能发财 能不能裁员广进 狼夫山人的惆怅是什么 能不能活命 他家呢 就住在海城的西门口 海城的西门口 南边是海城河 西边是海城的河滩 门口啊 就是一个刑场 就是杀人的地方 门口不远处啊 所以他的儿子 角子彦 他大儿子 角子彦 从年少的时候 就看着日本人 杀人长大的 而且跟着自己的老爸爸 去逃难 他那个时代不行 没办法呀 可能也受性格的影响 你像杨向春 杨向春能提前50年 就知道摇岸要冰乱 他先跑路啊 带着一家老小都跑了 提前跑了 狼夫山人是可以做到的 我对他的战术系统 进行深入的研究过以后 他的水平是绝对可以找到 他不走 有些人练家呀 没办法 他在41岁的时候 能够花300个大洋 41岁了 300个大洋 买了呢 16亩多地 作为阴灾 放水 张阴灾 那个时候 他没有儿子 他只有女儿 农夫三年了 也很穷 张国以后 从48岁以后 48岁 他的大儿子出生了 他50岁的时候 他的二儿出生了 他后面呢 五个儿子 也就是说 狼夫山人有五个儿子 五个女儿呀 所以他的风水 是很厉害的 到41岁的时候 能够拿300个大洋 去买16亩地呀 兄弟们 你们给知道 300个大洋 什么概念 然后呢 在53岁的时候 他的家被拆掉了 被伪军给拆掉了 被汉奸了 因为他带着团链打汉奸 结果汉奸呢 把他房子全拆掉 拆得干干净净 连骗瓦不存的 也苦逼啊 然后后来呢 又回到了海城 回到了海城呢 重建了 但他的脾气呢 有个性 他去骂英国和法国的传教士 结果又被抓起来了 他一生中做了好几次脑 应该是 至少两次 可能是三次 所以这老头个性特别强 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有本事的认识 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我告诉你哈 同学们 龙福山神记载了一个案例 他的一个朋友叫陈蓬桥 问他 你看我今天到东南去 会遇到什么事 他说你今天到东南去 会遇到一个女的在哭 哭的原因是呢 两个牙医拿着刀鼻子 他要抓他 但这时候会来个巫婆 出来说情 结果牙医把他放了 然后他那个好朋友去过以后 就回来了 果然经历了 果然碰到了 说你太牛逼了 这个断法独向很精细啊 他是不是比你断那个什么脚上长的刺 屁股上有个黑字 牛逼太多了啊 天子们 谢谢 我这里面跟同学们很明确的讲一件事哈 很严肃的跟你们讲 如果你的这个你初学的就把明法看明白就行了 就就就照着明法来 因为明法和扩囊很多都是改变了 到后面扩囊的时候 扩囊很多用法跟明法都不一样了 知道吧 这个扩囊的起局 我们可以用 当然 也可以用明法起局啊 但是扩囊的战术系统 牛逼 非常的牛逼 但是呢 玩法不一样 你 明法 他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测一个事情 不仅能够测到哪一天 还能测到几点钟 什么时辰发生 这个准严率是很高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给客户啊 测的一些个案都这么玩了 用明法 我这人心狠 当我需要全力以赴去研究明法的时候 我就直接呢 把把这个梅花什么都放下 等明法玩的差不多了 打通 全面打通 玩独向 这玩也是我的强项啊 这个王宋林老师讲 樱盘起门的独向 不能用在其他的起门上 不对的 都可以用是通的 可能呢 时隔不久 我整出来的独向体系 会更绚丽 因为万无内向 我们的凤明老师 绝对没有我玩的数 我是玩梅花的 16年玩梅花 梅花艺术玩16年 你想对独向 这个功夫是不是很深刻 我们这里有的同学啊 在我身边都看到了 梅花可以锁定到天和时辰 梅花可以锁定到天和时辰 梅花铁关刀 傅书经见过吧 傅书经 这里边 傅书经同学见过 断到天 春歌断到天 断到时辰 是不是太简单了 是不是毫无悬念 玩项法 我给你们讲一下 同学们 讲一个很扎心的事实 有些学科 你学的难 是因为里面的 规则 你没有破壁 你没有打破这个壁垒 没打破壁垒 你去悟 你没打破 再一个呢 你跟着春歌后面去学习的时候 春歌叫你学啥 你就学啥 这样你进步快 听到没有 春歌不让你看了 你就别看 你比如说 疏药和扩囊 你看过以后 你会疯的 你驾驭不住 你不知道里面的底层逻辑 来 扩囊中间 郑彤老师 我所知道的 他那个民法体系教室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 印了多少套 这这个 这个是一套 我在上面都有 这个我不知道 印了多少套 但是 这个 顶多2000套 顶多顶多2000套 然后你们现在手中拿的都很新 都是加印的 是郑彤老师专门加印的 没有存货了 为什么那么少 他的市场太狭窄了 市场啊 这个人都很有意思 物以稀为贵 在12年的时候 刚出来大家都疯了 在12年之前 明法明出来的时候 在05年的时候 有人都愿意出300万 去买这个书稿 就像你吃东西一样的 一盘肉丝 这一桌子 就这一盘肉丝 你会吃的很香 如果这一盘 这一桌子都是肉丝 还有暴雨 你连肉丝都不吃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前些年 他们教明法的 挣了老鼻子钱了 现在不搞了 搞不动了 前些年的时候 因为啥呢 郑彤老师的这个明法体系 教室没有出来啊 他可以卖信息差 你包括那个宋启鸿 他可以讲那个明法 打信息差呀 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嘛 你就可以随便讲嘛 现在不行 现在真是玩真功夫的时代到来了 内卷的开始 内卷的本质 就是你的产品的众生化 就你的产品做到众生 做到极致 我再告诉你们 给你们剧透一下 我老婆正在学梅花 明法 我要传授我老婆 一定要这么学会 我直接 我老婆现在信心好大好大 因为她亲眼看到我 玩过很多次啊 我为了激励她的信心 我现场玩 我要玩到呢 梅花玩不到的东西 特别是前天晚上 是前天晚上 是昨天晚上 我忘了哈 前天吧 昨天 前天 一大桌人 这九个人 我中间断了其中的九个人 另外几个人不敢断了 他们心里想啥 拿一个局 这个全程是让我老婆看的 这就是明法的断来意啊 我们经常讲 齐门顿讲断来意嘛 学会齐门顿 来人不要问嘛 很简单的 六亿极刑 四本的极刑格 四是市场的 是本 是版本的本 四本就是通行版本 因为明法呢 他属于小众 往往就这样的 绝活呀 真理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就像淮海战役的时候 树玉大将 如此厉害 但他的对手是杜于明 树玉就能看出来 想干搞杜于明 必须要抢潘唐阵 派骑兵去突袭 杜于明也来看出来 要想干费术狱 必须把潘唐阵 聚在手中 聚在手中出七丁 所以 在淮海战役中出现了一场很诡异的战斗 叫潘唐阵战斗 在长约十公里的战线上 从南往北 行走一支军队 从北往南 行走一支军队 两支军队啊 国民党兵和解放军啊 并肩走啊 一条路一个朝南走 一个朝北走 而且国民党兵认为这是 共军的小股部队 我们不能打 一打暴露我们的目标 我们解放军认为 这是国民党的小股部队 不能打 结果走着走着不对了 子战员没有下令 士兵自己动手了 打起来 打得天分地暗 两败决双 打得焦头烂额呀 这时候淮海战役 是非常胶着的 术语要对付黄百涛 黄伟 要对付杜宇明 以一滴山 险下环分 这时候中央军委 在西北坡 我们伟大的教员 就直接一针见血指出 这么打不行 要打起眼 只有把宿舟打掉 叫虚线 当地人读虚线 安徽的宿舟 普通话叫宿舟 虚线 打虚线 然后呢 打虚线 主席呢 主席呢 准备发电文 刘伯承的电文也来了 刘伯承就直接向中央军委 建议 他将淮海战场上 叫苏玉去打虚线 这个 跟主席想的一样呢 是不是 后来中央军委就把谁呢 就把刘伯承派到淮海战役 第一线 叫淮海查千职 由刘伯承 陈毅 邓小平总负责 素玉 谭振林 五个人组成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刘伯承的奇门对你啊 玩的是非常牛逼的 刘伯承的奇门 玩的很牛逼哦 奇门是 奇门是用兵之术啊 用龙虎三人的话来讲 花家自负不一定 他说啊 学习民法 花家自负也不一定 但是能够解闷 学习奇门对家 能够呢 全家 兴旺也不肯定 但是呢 可以呢 修身养性 他很低调了 各位小错宝 龙虎三人这个人很低调的 很谦虚的 我非常地敬佩 我的内心很敬佩 他 我刚才讲了 在他41岁的时候就能拿出来300个大羊 去买地 他的家庭条件怎么样 你把整个书看明白了 你不要看书 667页的那张照片 你看明白了 你就知道了 他的家庭条件很好 只不过呢 他的性格太倔了 不愿意同流合污 我觉得这个性格呀 我跟他很像 我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我的个性也很绝 真的 今天 两个老板给我打电话 都来了 其中一个老板来了 在家安餐厅等了 我听赵经理讲 等了两个小时 想找我来操卦 我根本都不秒他们 我睡觉呢 秒你干嘛 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 跟你们讲个笑话 我今天怎么被猫抓了 被猫抓了 你们可以知道 怎么被猫抓的 我今天呢 坐在院子东南的石桌上 看书 看到阔囊一段 龙夫山人呢 阔囊一段 这个 尤其是看到了手画心印这一段 我在想心印法 这个 龙夫山人的整个体系 有四本著作啊 明法 言相 疏要 扩囊 这四本书 学习这四本书的心法在哪里 在疏要心法被录 那是心法 学习们是有心法的 给你们讲个笑话 讲个什么笑话呢 这个唐强原本 秦门可以断父亲小孩失踪的原因吗 可以断个大概 完全没问题的 他就找识人嘛 找新人 找丢东西嘛 可以找到 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这个有一年 就几年前了 这个沃阳景友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老公把自己老婆挤刀捅死了 是在傍晚啊 这个当时影响很大 在一个小区的啊 同死过以后呢 这个老公呢带着刀跑了 他是个危险分子 当时我们霍局县的自然大队 心理大队都要去抓呀 奉命去扎呀 他是个危险分子 然后呢 大队长 王武福 是我高中同学 打电话 老同学啊 发生了凶杀案 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时还不在景友城 我在哪呢 我在 我在江南 在江南哪地方 时间长了也忘了 我在外面看风水呢 我起局跟他看一下这个杀人犯跑哪去了 因为他是个危险分子 我一看过以后就跟他讲了 没问题 这个杀人犯不会再继续行凶了 他现在 在东南方 一个非常阴暗 寒冷潮湿的地方在躲着呢 动不了了 然后两天以后你就能把他抓住了 结果 两天以后 在沃阳河里 这个行凶者的尸体飘出来了 在东南方 很近啊 沃阳景友城的东边不是沃阳河吗 在沃阳河的东南 飘起来了 所以在水里不是 不是阴暗潮湿吗 对不对 你这件事 我那个同学啊 就是新领队 新领大队长啊 王永福啊 霍局县新领大队长王永福 他非常配合我 我高中同学啊 他以前是派出所所长干起来的 他非常配合 他后来还为这个事啊 专门请我吃饭 这个 这真是啊 不在骗大家 骗大家我都这个 我都王八蛋啊 不真在骗大家的 像春歌的水平 我不需要忽悠 知道吧 所以在民法 他又他的到位 很简单 民法找人的时候 就直接找六合 商门加六合嘛 在矿囊中间 还要借助 民旨史 暗旨史 民史和暗史 明史和暗史的本质是什么 是打开 另一个 玄妙之门 明史暗史的使用关系是什么 我在这里给你讲一句啊 点你一句啊 你现在用不上 你在民法中间你用不上 在阳顿的时候 阳顿啊 叫阳局 阳顿的时候 这个八卦的九宫 除了中午之外 除了中午之外 砍弓 阳公 阵公 逊公 这四个工位 和 离公 坤公 队公 前公 这四个工位 它是分开的 是一条 是一条线 知道吧 在阳顿的时候 阵 阵 逊侃 这四个工位 属于阳 属于内阪 表示近处 那么 离坤 队前 属于外盘 为远 这是阳顿的时候 阵顿的时候呢 以 离队 更前 为内盘 表示近 以 侃 更 正逊 为外盘 表示远 这是内外盘 当阳顿的时候 阳 属 也就 明属 明属 落内盘 阴 属 落外盘 这是必然的 为啥呢 它是 明属和暗属 对冲 在 如果 阳顿 明属 在内盘 暗属 在外盘 也 暗属 看隐藏的 如果 明属 在外盘 暗属 在内盘 以明属 看隐藏的 也就说 在阳局的时候 内盘 看明的 外盘 看隐的 在 英顿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英顿的时候 英顿的时候 同样分内外盘 这是不是很骚脑啊 臭宝们 所以 先用减法哦 你不要贪多球快 慢慢来 需要时间呢 我在几年前就讲过 要学明法的时候 你需要做好一个准备 一年到三年的时间 要根据好的 一年 根据呢 稍微迟一点的话 要待个两三年 也就是说 你的脑子非常好使 你想学出来 你要想明法学出来 跟着春歌后面学习 是最快的 知道吗 我在这里给你们重申 我不可能教你们 法器门 法器门 法器门呢 扩囊中有 你自己误去 为什么 因为不允许我教啊 不允许我教啊 不是我自己说了算 我一点都不骗你们 不忽悠你们 龙虎山人自己玩法器门 而且龙虎山人自己的表达啊 那七门你是看到了天地间的一些规律 他肯定有法器门 肯定有啊 你想你找东西在哪个地方 东西丢了 马上就能给你看出来 在哪个方位 你想齐格 齐格就是用来修炼的 明马中间 正格辅格和齐格 正格和辅格是用来断齐凶的 齐格是用来修炼的 请先求道的 这个 他就属于谢天机 那个李伟 李伟同学哈 有个李伟同学 昨天不是找我去给他测 他女儿上面一个工作的手续吗 能不能办下来 我直接跟他讲了 百分之百报名下来 百分之百报名下来 不行的 挂金我都没收他 他今天又把挂金转过来了 收不收 我还没收呢 我给你们看看啊 你看 朋友们能不能看到 昨天我把分析的案子都发到群里去了 这是个挂金 我为什么没收啊 他事情办不好 他的本意是想让我办的 我真的不想帮 要帮的话能不能办好呢 可以 民法他会告诉你有另外一个秘密的通道 但是办过以后对别人不好 明白吧 这就是发起门 我们有个同学叫李嘉欣 李嘉欣 嘉欣今天晚上没听课吧 李嘉欣呢 李嘉欣找我策划 我说马上公安要找你啊 为钱的事情 按理说你这个钱是不光彩的 走了擦边球 打了黑棍的 李嘉欣的同学呢 他也是搞风水的 他不可能在风水上搞 搞这个 搞这个在风水上不可能 搞那些乱七八糟搞 他他干活很实在 就是你找他 多少钱看个分地 多少钱看个看个那个 就结束 看个洋宅 他不跟你搞其他的 结果过了几天 公安正找他了 这昨天是前天给我打电话了 老师我找我真被公安找了 调查了 啥原因呢 讲出来他妈都想笑 因为他上面带着天棚 就是那个挂丽啊 我发给你们了哈 那个挂丽就是 呃 讲那个 到东南去看了一个坟地 这个坟地里面是一个战士的一个军事 坟地前有黄花 你还摆弄了他的黄花 他跟你有缘一看了你 就把你搞住了 你要想把他摆平 你必须要到东南方 你要在什么有时 还是什么时辰 你去过白金娃 米酒黄酒 他想喝点黄酒 喝过以后他会保你的 然后呢 公安会找你 他结果遇到一个啥事啊 我们的嘉欣老师哈 李嘉欣老师 搞笑 打麻将 三缺一 他上去臭门着 你说三个人不打不起来吗 让他来臭个门着 而且关键是这几个人他都还不认识 打得还小 五块钱的 几块钱 几块钱的 五块钱 麻将 结果的哥们还打输了 输了多少呢 输了八百八八 输给一个女的了 找微信转的八百八 结果这个女的是小姐 被公安抓了 公安一抓呢 给调查她的那个转将记录 结果看到八百八了 内马把李嘉欣抛过去了 把我们的李嘉欣老师抛过去了 你说这玩意可以冤的啊 调查 最后呢 调监控 人人物证都在 不存在卖 卖一条 原来是打麻将 五块钱 麻将 刚好输了八百八 是昨天还是前来给我打电话 老师 我操公安正来找我了 我操 他妈真会解的 我做梦也没想到 他这样做梦都没想到 那是个啥呀 是个小姐 我靠 你哪能想到的 我在文案上跟他讲都有啊 我家没吊事的 公安会找你 这事情都解决了 后来一年了 当然那个时候 那是十几天前啊 解挂的水平 那个水平 我跟 我跟作为铁子讲 我现在的水平要比十几天前 那牛逼太多了 土匪猛进啊 所以这个名法很有意思啊 臭宝们啊 然后 我今天上午 再来看出 看呢 龙福山人 在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谈什么呢 他让他写 他的名法的体系 把他师父的真传的东西 给他传出来 传出来呢 希望后人 后世君子 不加之欲 不加之旧 不加之害 信圣信圣 后世的学义者 你呢 也不要过多的评价我 表扬我 你也不要呢 攻击我 你也不要把我这书呢 搞砸了 对不对 搞烂了 对不对 或者搞坏了 对不对 讲实话 真认我 让我感慨啊 发生内心的佩服啊 他自己都讲了 我必须要写 我不写不行啊 不写的话 四传法脉 断在手中了 不写的话 后人 后世学齐门的 找不到路了 必须要写 写过以后呢 还会 谢天机 召天前 但只要写 他把他所知道的 都写出来了 这老头我跟你说 人特别好 都写出来了 就看你的灵根怎么样 而且他讲了 他的师父 南极新军 袁天刚陪着他 见了南极新军 我当时都笑碰了 我说老头脑子坏了 他说他三十五岁那年 做梦 做梦 梦到了南极新军 传他的木器论 后来我才发现 他这么解释 我是南极新军 脱名本元 道号天真 谁呀 天真子 也就是说 在龙湖三人的心目中 他的师父 天真子 孙道一老人 就是南极新军 就是来传他 法门的 南极新军 哦 是这样一解释 我霍兰开朗 我经常跟我老婆讲 我这老头到最后 脑子可能坏了 我叫别有天 别把你老公的脑子搞坏了 别把我的脑子搞坏了 是吧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我家猫 趁我不注意跑来了 躺在我的脚边呢 把我的腿抓了 我们家的猫是非常温柔的 非常温柔的 哎呦 我说你这个臭蛋的鬼哈 你怎么能抓我呢 我手一搞 又把我手抓了 傅书警都知道 我们家的猫多温柔啊 他马上怎么能抓我呢 我就想 这是什么改变 好 我坐在东南的城坊 我坐着呢 东南城坊是不是龙啊 在石桌上 石桌 石凳是不是山呢 对不对 猫是不是浮下来的 我家猫是灰中带黑 是不是润水啊 猫是不是瘾啊 瘾腐啊 他是小虎啊 龙无山人是不是 出生于任意一年 猫躺在地上是不是浮 好玩吗 后来我起个金门鱼 要断我能不能抽烟 我今天打了疫苗 又打了这个 又打了什么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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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医生讲不能抽烟哦 这打过是不能抽烟的 那我我不抽烟我很着急啊 我要抽烟了 你们记住啊打疫苗打血清 你不能抽烟哦 抽烟哦 那我起个局我就敢抽了 起个局一看 局上讲被猫抓了 受伤了 石干工带天润 带天瑞心 是病嘛 新家丁不是猫爪子吗 心不是白虎吗 丁不是爪子吗 猫爪子抓了吗 对不对 我的年名落困宫 直伏入墓 直伏入墓干干什么 立于檀玄参道 找天心 天心是神 丙家吉 丙家吉 丙那落 丙其那周游离宫 离宫去生 丧是天心造灵 天心心造灵 心心造灵 而且我又入空了 入墓啊 入墓 我刚才是不是讲了 入墓和空王最适合 吹牛逼 参玄谈道 天心来生 而且 兼死门带九弟 死门是不是 是不是神佛呀 是不是死去的人啊 忘不了一项 九弟是不是地下的 丙其是不是大希望 丙其是不是汉世 文人秀世 这是一个死去的 在九弟之下的文人秀世 来给你加持 干什么 龙虎三人手画心 手画心 我操作画的厉害啊 是不是 你从奇门一看就这样的 而且奇门告诉我 六天以后 在五月的 不是六天楼 十日以后 十日以后 我会在民法上 会有一个大的突破 这个局其实告诉我 十日以后 会在民法上 有一个大的突破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 最近啊 很憔悴啊 我啥也不干 就专注 我跟你们讲啊 臭宝们 你们记住 春哥跟你讲的 扩囊 你要玩不转的话 不要在里面死啃 会把你脑子搞坏的 真可以把你脑子搞坏的 扩囊里面有暗门的 民法里面有暗门的 言相里面有暗门的 塑料里面有暗门的 扩囊是有暗门的 暗门在哪里 三人都给你写出来了 你给他看出来 是不是 你没找到暗门 就不要走太深了 暗门可以凑近 大捷径 好 在这里重生一下六一极形 六一极形 误 试本上的是误到正部 我在群里发的表格 认鬼 你看 误几根心认鬼 三二八四四四四 三二八九四四 三二八九四四 悟到镇山宫 几到昆阿宫 根呢到 更八宫 新到李九宫 认鬼 到迅宫 这都是六一极形啊 我在表格做了一个图发群里 你要记住啊 但是在扩囊中间 他用的更复杂 这是我很多年前 一直疑惑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烟波调手 附中六一极形 搞得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假虚几 是不是醋虚未三行啊 这个几 到更功 他应该也是行啊 是不是啊 假虚几到昆宫 更功都是行啊 你比如说 假银鬼 这个鬼到昆宫 他也是极形啊 有个隐身相形啊 隐四身相形啊 那为什么 四本中间没有 在扩囊中间 他就有了 我跟你们讲 臭宝 小臭宝们 你们记住了 学艺你们记住了 学艺 其实你要想出来 混出来 很快的 这里面有老同学 护数捷 我从08年的冬天 是瞎玩 09年的上半年 上班做买卖 09年下半年 开始讲 讲梅花 到10年就消以名气来 到11年的名气 就很不错了 就混出来了 真正的话 一年时间就出来了 这护数捷还不清楚吗 到12年的时候 在圈子的名气 很不错了 然后到14年以后 那就不用说了 很快的 你搞个10年8年了 你搞不出来 你肯定 一个是没下功夫 第二个呢 你没找到方法 08年底不存在报名 你记错了 那个护数捷 08年底不存在 08年底 我压根究明教课 09年 08年怎么可能 08年底啊 我08年纳远的时候 我都断不好挂 年30的 晚上才挣到钱 我坐在网吧里 年29 早晨挣了200块 第一次人家给我钱 是上海的张伟 找我策划 给了我200块 我坐在网吧里 然后呢 年30的时候 还在断挂呢 我是08年 年29 年30 穷到什么程度 我家里连买肉的钱都没有 断挂赠的钱 寄回老家 给我爸妈去买点肉 过年 我还不记得清楚吗 我那时候教学 教个屁啊 我可不敢忽悠 我也不是一个不愿意忽悠的人 你什么傻逼玩意都不会 你教学都能教得了吗 我当过老师的 我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 就像我教你们一样的 我跟你们讲 起门讲明法 我自己连起局都起不好 或者我断都断不了 对不对 我也不敢现场断 我就平常这张脸去讲 你们提问 我他妈也回答不上来 对不对 你讲个屁啊 还不够叠相呢 骂都给你骂死了 对不对 09年我都没搞面授 我10年才搞面授的 10年5月1号 发言官向出来过以后 我才搞面授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没有发言官向 知道战术的话 我搞面授 肯定会搞砸的 10年搞面授 差点搞砸了 现场有学生 跟我现场PK 所以09年开的是网课 09年那时候 你差不多 在网上讲 讲一言 09年讲到10年的时候 这个 小雨明去了 业务做的还可以了 我别的不敢讲 我10年底 我把我120万外债 高利贷给还完了 我把我所欠的外债 我两年还完了 而且10年底 又买了套房子 10年的冬天 我家儿子出生 我家小牛出生 你最熟的来讲 是不是 搞职业预测 你能挣了钱 吃饭吧 玩10年 10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我老婆 还花钱的时候 还客户收拾的 就生活呀 都很节俭 到下半年买肉啊 吃饭什么之类 都很简单了 有钱了 我10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都带着我老婆 经常到那个绿园 10年到绿园 河北景行 最好的饭店叫绿园 我们夫妻俩去 躲在角落里 点四个菜 四个菜 不想让别人看他 躲在角落里 我们自己吃的 要比什么 比他们 就是就是景行的 他们那些领导干部 请我吃饭 请我们吃饭 或者老板请我们吃饭 我们点了这几个菜 他们都不舍得点 明炉掉锅肉 他们都不舍得点 我带着我老婆 点 还有全羊 煮羊 那个清蒸的羊肉 景行有家清蒸羊肉 做的特别好 就是贵 两个人上去 吃个三四百块钱 根本不成问题 在那几年 有哪个老板 请我去吃过 我们自己去吃 经常吃 吃成好朋友 知道吧 我这人好气 我跟你讲 挣到钱了 就吃了 15年的时候 带我老婆出去 15年的时候 带我老婆出去到昆明 在昆明宾馆 昆明宾馆的房子 一千多一晚上 昆明有个昆明宾馆 一千多一晚上 闲着太小了 压抑 问他有没有好一点的 还有大一点的 三千多 那我们就换大一点的 开几天 先开三天再说 啥原因啊 口袋里有米了 对不对 老会装逼了 我出去跟我师父学习 我第一件事先查 这个地方 我师父的地方 好点的宾馆是什么 最起码五星级的宾馆 你看清河 清河宾馆啊 我师父在清河县 河北的清河县 清河宾馆还不错 五星级宾馆 先去开场五个晚上再说 为啥呢 他里面 那个清河宾馆 牛逼在什么地方 他里面带餐饮 河北的所有的菜 他都有 有餐饮 所以中午四个菜 晚上四个菜 就自己 中午喝 喝半斤酒 晚上喝半斤酒 一天喝一瓶 很羞然 我跟我任何学生都不讲 河北 我跟我师父学习的时候 我河北的学生都不知道 我去 我也不发微信 也不发朋友圈 我自己跟他好开心 我们学艺的 没必要那么苦嘛 对不对 生活谁不想美好 所以学习也是这样的 同学们 就是你们学习 所以你看 民法的资料 对外卖 包括我们群里面同学 对外卖 我不反对 你们可以卖一卖 为啥 有些同学 有些学艺的后学者 真他妈太穷了 我跟你讲 谁有钱不想吃点好的 对不对 谁有钱不想 走这个 更快的路啊 他经济上确实跟不上 当然你的经济条件好的话 你不要耍这些小聪明 没用的 你不要耍这些小聪明 为啥呢 有老师带着你 和没老师带着你 绝对是两码事 好 我们先聊到这里 我先聊到这里 我先聊到这里 好了 我先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